食物中毒有哪些表现? 张玉,成都京东方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食物中毒大多是因为进食了含有毒素的食物或化学刺激物等导致的 表现因累积的部位不同而有所差异 比如,胃肠型主要的症状有恶性呕吐 偶突物为胃内溶物 偶尔含有胆汁、血、棉液、腹痛 多以上腹部和齐周振发性的脚痛为主 腹泻大多是黄色西变或水阳变 次数较多 可伴有棉液性的血变或有腥臭味 神经性食物中毒 潜伏肌多无明显的症状 潜伏肌2小时到10天不等 潜伏肌结束以后发病 症状及严重程度不一 可有头痛、头晕、乏力、恶心呕吐 并伴有眼部肌肉的瘫痪 表现为视力模糊、浮湿、颜碱下垂、瞳孔散大 对光反应消失 如累积到腌部肌肉 可以出现呼吸困难 累积到颈部肌肉 可以出现头像一侧偏斜 自主神经受累 可以表现为内腺、唾液腺等 腺体分泌增加或减少 血压是先增高后降低 脉搏先慢后快 常有顽固性的便秘 腐脏、尿猪瘤等症状 除了特异性的表现以外 还有寒暂、高热、肌肉酸痛 腹泻引起的脱水、酸中毒、休克等 全身性的表现 专家提示 食物中毒的表现 因累积的部位不同 而有所差异 如果是胃肠型食物中毒 主要的症状有恶性、呕吐、腹痛、腹泻 如果是神经型食物中毒 症状及严重程度不一 可有头痛、头晕、乏力、恶性、呕吐、视力模糊、腹泻等